黃國昌最近出一個狀況 也就是黃國昌開直播的時候 你線上流量大概一萬八 一萬五嘛 對不對 那柯文哲開直播的時候只有兩千 所以這很顯而易見的 就是說如果在民眾黨 我們前面也聊那麼多 柯文哲會被抓去關 會進去裡面坐坐 進去裡面蹲的話 那只有一個人可以繼承他的一波 因為黃珊珊可能要陪著他一起去 對一個2538 可能兩個要搶這個號碼 誰搶到2538這個號碼 那外面只剩一個人啊 就只剩黃國昌啦 黃國昌可以接啊 所以各位啊 現在黃國昌啊 他變成柯文哲公敵了 你不要搞錯了啦 敵人在本人寺啊 因為得小草者得天下 現在不管是賴清德 不管是國民黨 雖然國民黨一點機會也沒有 不管是民眾黨 內部的黃國昌 都要搶這個小草 你要先了解這個背景 對不起啊 我插一句話 黃國昌不是要搶小草 是要柯文哲拿蔥 他叫柯文哲拿蔥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來講這個環節 我跟你講 現在到底黃國昌比較大尾 還是柯文哲比較大尾 你聽黃國昌講這段話啦 他說拿起蔥要號召大家 想了幾秒說 叫柯文哲拿一根蔥來 以前都叫他主席喔 對對對 不是 我想重點不是 他其實說什麼 叫柯文哲他拿一根蔥啦 喔 要搞清楚狀況嘛 哪一根蔥啦 你懂嗎 所以你現在在立法院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出這麼多狀況 因為黃國昌藝人說了算 然後今天還有聯合報 還出一個報導 我一看就知道那已經是柯文哲 附近的人 黃珊珊的人 丟出來了消息 說什麼 我們都快受不了黃國昌了 都是他一個人決定 我們其實都投不下去 我們也不想打民進黨 等等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好了 除了黃國昌之外 請問一下你們民眾行力 誰有戰力 黃珊珊有嗎 你黃珊珊都當事人了嘛 對不對 那你陳昭之有嗎 你先把印尼搞清楚 怎麼蓋再說啦 其他人我的名字都叫不出來 都完全沒戰力 你們好意思檢討我們的國昌老師 對不對 人家現在 人家現在 長沖粉 沖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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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家是附水組織嘛 所以我最後直接講一個點啦 因為現在在立法院很簡單 要嘛你當在野黨 要嘛你當執政黨 不然你黃珊珊把其他六票 一起抓去投民進黨 你試試看 我就不相信你敢嘛 各位看完不要跑 記得一定要趕快訂閱 分享按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狠狠走那一幕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Gracewood每一次的發車